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杨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早餐有多重要,想必大家都知道 中国有句俗语 早餐要吃好,中饭要吃饱 午饭要吃少 国外古谚语也说 国王的早餐,绅士的午餐,乞丐的晚餐 不过古今中外的道理大家懂归懂 但如今,由于快节奏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早餐却被逐渐地冷落了 但在吃早餐这点上 中南山院士做得就很好 中南山院士是1936年10月出生的 今年已经84岁了 但是,看过中南山院士的生活照 真是令人叹福 大多数60多岁的人 身体素质估计都不如中南山院士的好 单单看身体结构外形 就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感觉 硬朗的肌肉组织 真的让我们完全看不出 已经84岁高龄 经过抗击疫情 很多人都开始对自身免疫力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 健康饮食的重要性 硬核教授张文宏曾在采访中表示 免疫力是最好的药 而免疫力和自身的作息规律 和健康饮食息息相关 84岁的中南山院士精神奕奕 看上去比很多五六十岁的人 都要健硕很多 这当然和他常年坚持锻炼 和健康饮食 注重养生是分不开的 他曾告诫忽视了 健康生活方式的人们 在影响健康的决定性因素中 唯有生活方式 我们可以自己选择 早餐吃不对 难怪血栓多 血管堵 中南山院士曾在亚洲美食节上 公开自己的饮食习惯和建议 其中分享的六种早餐 常吃的健康食物 六种大家常吃 但是并不健康的食物 可谓是干货满满 早餐的重要性是受国际认可的 但到底为什么每天都要吃早餐呢 早餐的作用主要有三个 第一 保证机体能量供应 第二 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第三 延缓衰老 减少肥胖 在国外杂志JACC的一项研究中 已经证实了早餐可以帮助改善血压和动脉硬化进程 降低死亡风险 该团队跟踪了6550名志愿者 其中不吃早餐的1085名 偶尔吃早餐的1639名 每天吃早餐的3826名 在跟踪随访了15年后 这些人的健康状况有了明显变化 这15年间 有将近2000多人死亡 其中780名的死因是源于心血管疾病 并且在对不吃早餐的人群进行血液检查后 发现他们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要高出成人 更容易出现血栓和血管硬化 与京城吃早餐的人相比 不吃早餐人群的心血管疾症的风险增加到了75% 死亡风险有显著增加 血管就是人体的生命线 血管的健康直接牵连着生命的时长 钟南山六吃六不吃 下面就和大家分享钟南山院士的六吃六不吃建议 看完之后问问自己 你做到了吗 六种早餐常吃的健康食物 橙子 被称为超级水果的橙子 含有丰富的维C 有钙 磷 铁 铁 鑫 锡 锡 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营养十分丰富 鸡蛋牛奶 鸡蛋牛奶是早餐中的老搭档了 是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可是我对水煮蛋和牛奶实在是没什么胃口 看来以后要多吃了 面包纤维饼干 面包一般是用五谷制作而成的 能够提供身体所需的热量 而且两者都能为身体提供很多的膳食纤维 而且面包和饼干都是成品 随吃随去 十分适合拿来当早餐 红豆粥 红豆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补血补气的食物 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用来熬粥 不仅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 早上喝上一碗 暖心 暖胃 舒服 六种不健康食物 腊肠 熏制而成的腊肠 一般盐分含量非常高 脂肪含量也很高 并不是健康食物 过量食用的话对身体并不好 包仔饭 最经典的包仔饭是腊味包仔饭 可惜 不管是腊肉还是腊肠 通通属于二次加工肉类 盐分和脂肪含量都很高 加上包仔饭制作时 会使用很多的酱油 含颜量之高 自然不必多说 老火汤 老火汤其实就是很多肉类放在一起熬煮 做成的汤 很多人认为汤越煮越有营养 其实不然 肉类经过长时间的熬煮 会产生大量票令 而且汤中的油脂和蛋白质偏多 过量食用不仅增加身体的负担 也容易诱发疾病 肉中的多种水溶性维生素 比如维生素B、C 都不耐高温 长时间熬煮 自然会流失掉 油炸鬼 一般指油条 各种油炸型的食物 比如油条 都是高热量、高油脂的食物 而且很多油炸使用的油 在反复使用过程中 油脂所含的营养物质 基本被氧化破坏 更会产生对身体有害的物质 经常食用 不利于身体健康 牛三星 牛三星是广州市的汉族传统小吃之一 属于粤菜系 牛三星 其实就是牛杂做成的 比如牛肚、牛腥、牛肝、牛百叶、牛肠 这些动物的内脏 长期食用容易导致胆固醇和血脂的增高 烧鹅 不管是烧鹅 还是烧鸭、叉烧、乳猪乳鹅等 这些烧辣的食物 在制作的过程中 营养就经过长时间的高热烧制 破坏了食物的营养结构 导致食材本身营养不能被人体吸收 而且高脂、高热量、高盐分 并不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食物 两种早餐要少吃 中南山院士的早餐六部吃名单中 偏南方口味 还有两种早餐 会血管 很多人还乐在其中 烧肝 这是北方城市比较有名的一种早餐 早餐店中经常还会有各色卤肉、卤肠等 有很多人都喜欢早上吃上一口 感觉喷香四溢 但是这一类早饭都含有极高的胆固醇 人在早上的时候血液是最粘稠的 如果再吃些高胆固醇的食物 很容易造成头昏 没精神 严重还会诱发休克 不适合心血管患者一大早吃 炒饭 炒饭也是一些人的早餐选择之一 市面上炒饭的价格也并不昂贵 对于食量比较大的男士 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炒饭是特别稀有的 为了看起来更有食欲 很多店会特地多加一点油 这一盘炒饭下去 血脂绝对会明显上升 造成血液流通受阻 长期早上吃 还容易加快血栓成长 那么健康早餐长什么样呢 一顿营养健康的早餐等于 骨类加肉或者蛋白类 加奶或者豆类 加蔬菜水果 如果你的早餐四类都有 属于营养充足 包含三类属于质量较好 包含其中的两类则为及格 只有一种则早餐质量就较差了 有网友看后表示 自己完美地和健康食物擦肩而过 而六种不健康的食物 五种是我的最爱 钟南山院士的六吃六不吃建议 你做到了吗 管住嘴 迈开腿 健康的食物要坚持吃 不健康的食物尽量少吃 不吃 健康生活每一天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